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从恐惧中得胜的秘诀 天下杂志有一篇报道 提到亿万富翁巴菲特 是如何克服面对失败的恐惧 报道内容说 巴菲特以前非常害怕要公开演讲 但最终他克服了这种恐惧 巴菲特深知道 不能让恐惧防死自己 因此他建议领导者 不要因为害怕犯错就不去行动 更不要让错误阻止你达成目标 巴菲特说 他也曾买过非常烂的股票 也很后悔曾经投资私利等等 不过他不会因此退缩放弃行动 巴菲特说 在人生中就是会犯错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会做非常多的商业和投资决定 但其中不可能不犯一些错 但我会努力把错误捡到最少 完全不会深深陷在里面 沉溺于过去 巴菲特认为 失败可以给予我们宝贵的学习经验 让我们不再犯下相同错误 因此他建议当我们内心感到恐惧的时候 应该与恐惧正面对决 首先我们可以先评估所有的后果 很多人害怕失败是因为担心面对未知的后果 所以思考决定之后的所有可能性 就能帮助你消除恐惧 而其次是正向思考 巴菲特说 正向思考有助于增加信心 停止自我贬低 第三 则是做沙盘推远 评估最坏的状况会是什么 而第四呢 就是缩小你的目标 巴菲特建议 从一次一小步开始 慢慢地建立自信 不断前进 千万不要让如果失败了怎么办的 这个念头淹没自己 亲爱的朋友 你是不是也曾想过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呢 别让恐惧拦阻了你前进 即使是亿万佛王巴菲特 他也曾遭遇过失败 有许多令他后悔的事情 但在他面对这个害怕失败犯错的恐惧时 他选择的是正面迎击 这也使得他能够不断地从中学习成长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就力量为小 恐惧会使我们还没有上战场 心就先消化 还没有跟敌人打仗 就先被自己打败了 从恐惧中得胜的秘诀就是正面迎击他 让过去那些犯错失败的经历 成为你人生成长的跳板 使你能不断地在过程中学习 吸取经验 再继续往目标迈进 今天 愿上帝亲自兼顾你的心 使你能够勇敢地去面对内心的恐惧 不再受限于过去的失败 你的人生在上帝手中 将有全新的开始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卫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意